蛋太貴一次只買兩顆 客人還嫌素吊帶太大 一斤七十五元 老闆也被問到氣了 貼字牌說真的缺蛋 雞豆死光了 不要說政府才報多少 政府便宜去跟他買 老闆說他的雞蛋七十五元一斤 進貨價一千三百五十元 加上租金水電搬運費等成本 鮮貴真的不要買 那政府說有進口蛋來平穩價格 又得加入會員一個人二十箱 只是從大盤到最後小販賣出 要政府說的五十元一斤 根本不可能 就想說是不是比較吃好了 買你需要的量就好了 蛋價有沒有亂漲 公平會也要查 烘台蛋價最高可罰五千萬元 被檢舉民眾最高可領一億元 只是現在不止雞蛋 連毛豬也漲了 農委會監控價格是七十五到八十五元 但是目前貓豬交易價格突破九十元 已經超過監控綠燈區 恐怕漲破百元 攤商豬農超有感 雞蛋漲價問題還沒解決 豬肉隨後又上來 讓民眾已經勒緊的荷包 這下變得更扁 想請問政府已經處理 結果怎麼變成這樣 記者侯國文章 春華林智慧 嘉義屏東 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